我们前面提过考试有那种原来静止保持静止 原来运动保持运动 我们就来看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叫做原来静止保持静止 公车本来没有动 我在上面也没有动 现在公车突然往前 公车往前了我保持原来的状况 相对的就是向后 所以公车突然前进 人会向后面挡 等一下后面有别的题目就类似这种东西 问你他往哪边倒的 不是用人用别的办法考的 意思都是一样 拍打衣服抖落灰尘 再请注意 这有两个不同的状况 一种是灰尘在衣服上 我打了衣服 衣服向后退 灰尘保持原来位置就分离 风吹就吹掉了 这样是牛顿衣 但是如果你用手 去把灰尘拍掉 那个是牛顿衣 所以有人考那个摇树 果子掉下来一样 如果是摇树 让树摇动 那么水果停在原处 树移走了 两个分开掉下来 这是牛顿衣 但是如果你拿石头去把水果 开下来 那个是牛顿衣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急锹纸片 夹着落下来 这个很多老师都会做出一些类似的诗 还有人玩一些更有趣的 OK 很快的把纸弄走 纸飞走了 夹着留在原地不动 然后瘦综就往下掉 会落下来 等一下有个类似的东西 红砖 就是我要请各位做的活动 因为它的红砖比较重 效果比较好 而且那个人技术实在太好了 这个很久以前的片子 他拿一些铜砖 上面放一个烧杯 等一下他会动 你看人就看到了 来你看他做的非常厉害 下面的铜砖被打走 上面保持静止 然后就掉下来 一个二要掉下来 他为什么要加烧杯 要增加质量 增加质量要干嘛 我们后面会告诉你 我们后面会告诉你 我们后面会有想惯性 真的在有一些电影什么之类都演过 拉台步 翻桌 不是翻桌 如果翻桌 如果翻桌就大失败 对啊 好高 我刚刚欣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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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欣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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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杯子 我刚欣赏了 我拿来抽走 她长得怎麼樣 赤 她还跑到原地 她的点 我给各位做过示范 快快拉跟慢慢拉的结果一不一样 不一样 我也有解释过为什么 所以做这些事情 快拉才会成功 如果你害怕 拉的那你就整个都滑掉 就跟着走掉 有个卷筒卫生纸 也是要快快拉 慢慢拉就毁了 还有拿一个卷筒卫生纸 这是不到144的 这不到144的 然后你看看就越拉越长 越拉越长 然后都问不完 但是快拉就被撕下来 这个有什么 这个有其他有其他有其他吗 这都不行哦 不是为什么要不停 这个卫生纸上面有一些动动 有稍微连在一起 你慢慢拉的时候 就跟我讲 拉指快拉跟慢拉不一样的地方 解释过得没有 你慢慢拉它就会作用到 你慢慢拉越长 你快来不及作用 你快来不及作用 上面静止 下面施首就分开来了 就是我解释过的状况 这就是 以上就是 我原来是静止 仍然保持静止的实力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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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